我是个靠近垃圾为山的土豪 是这边海上唯一的人类 我立即要在这边海上创造属于我自己的小岛 今天是我埋向成功的第四天 早晨起来 拥抱太阳 让身体充满 灿烂的阳光 满满正能量 SOHA 又是干净熟足的一天 我喝到了今天的第一口水 受到了今天的第一顿发 唉 人生真的是太圆满了 正当我准备开始干活的时候 突然前方出现可疑小岛 我激动地烧起了穿脚 拼命向他划去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忽然我听到一声巨响 我检查了身后 放开那个木板 我掏出了斧头 算你跑得快 我回头看着越来越远的小岛 唉 还是干活吧 收集网 搞定 木筏 搞定 拿木头 搞定 我感觉自己饥饿赶来戏 看着下面已经迫不及待解开衣服的土豆同学 喂 你的矜持呢 矜持呢 看你这么主动 满足你 我又吃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个双田菜 好饱啊 正当我准备继续干活的时候 嘿 你个臭鱼 我用小吹吹 吹你胸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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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戏份 我们就 学个习吧 不好 我上了一种名叫 一学习就困的毛病 不学习可以 东西还是要剪的 我咬紧呀 跟汇职丹田直撑过去 唉 我床呢 我的皇家贵族意大利进口床呢 我不是睡觉的地方 黑腰不要脸啦 算了 就还是要睡的 又是我变魔术的时候了 哟 一个床就又变好了 睡觉啦 I was a dream 再见